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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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这位粉丝首先 首先她的音色特别的独特 再其次她的音准特别好 还有就是我觉得她让我感受到她特别努力的在练习 我觉得这三点就足够让我觉得她非常优秀 而且你像我写这首《You Can Be My Girlfriend》的时候 其实写给她们 也考虑到让她们来学唱 我觉得她们能够想到一起来练习 学唱这首歌 我特别期待她们有一天合唱给我听 然后你要说我给她们建议的话 没有建议 非常棒 要不要再分开一首 好 我们再翻一首 好 我们再翻三首 嗯 真的唱的不错 就是开头 开头一点紧张吧我觉得 但是后面 其实我有听过 我有私下其实有去听他们唱 我觉得 这两位都是唱得特别好 然后呢 我觉得 但是大家还是练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为主 所以《It's You》这首歌 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尝试 因为这首歌 它是 比较 怎么说 我个人风格 加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去 我觉得就是 没有那么建议去尝试 不过 不过我真的觉得唱得挺好的 首先我觉得它的音准非常好 然后 因为它现在是低八度嘛 也是男生的key 所以我觉得 你们唱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就好 所以你要不要建议 听你夸奖粉丝那么多 那你要不要建议他们改个名字 不要叫求求 就在一起跟本事别唱吗 我觉得就是求求你们多唱一点 我等你们大合唱 好吗